孔雀帝国之后 贵双帝国在佛教传播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佛教的东传创造了时机 在佛陀元级后的一百多年 佛教逐渐分裂为十八个不派 遭到不同形式的破坏 逐渐衰落 十二世纪时 波罗王朝统一了印度东北部 这是最后一个信奉佛教的印度王室 历代国王都是虔诚的佛教徒 他们长期赞助佛教寺庙的建设 其中那曼陀寺是当时佛教的最高学府 唐朝时期玄奘都曾到此朝圣 当时每天有一百多个讲坛开课 从佛法 天文学 数学到医学均有设计 繁荣的极致就是衰败 僧侣们日渐渐率松散 一部分僧侣不愿意再启食 苦心 贪图安逸 向民众声称捐献财物 可以换取功德 寺院不断累积财富 最终成为了封建的大地主 不愿在出门宣扬佛法 整日躲在寺院里享乐 佛教声誉受到很大影响 民众逐渐对寺院进而远之 没有生产力的佛教僧侣 整天窝在寺院 脱离了与民众的日常互动 所以大多数人选择印度教 佛教的新生期 全靠阿语王利用王权的强制推行 一旦失去了帝王的庇护 佛教地位一落千丈 佛教僧侣只修专业知识 只对讨论佛理感兴趣 如果国王或是贵族不再支持 那么佛教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印度的统治阶级 一直都是高中性把持 平民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种性制度森严的印度教 因此颇受统治者的青睐